刚刚写的部分 你其实像两重逻辑部分 我在云端摆摆上面 也有一重逻辑两重逻辑 然后这个是ChargeVD写的 然后VBA的部分 我有把它放在第八页这边 如果这个图可能太小一点 基本上记得 如果在VBA里面一定要有个模组 然后把模组放在这边 开头的话就是SARP 这个Public这个不加也没关系 就是SARP什么名称 那你会发现还蛮接近的 那只是说把Input改成InputBox 然后不用转型 因为在VBA里面 它跟Tython有一个地方蛮不一样的 就是说在VBA里面 你形态如果错误 它会向你对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不是 Input不是一个文字 然后如果假设你这个文字 如果放到这边比对的话 那Python会出错误 它跟你讲说 你这个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不能比大小 OK 形态错误 可是如果你假设这个地方 你发在VBA VBA它比较不在乎 它比较人性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丢了一个文字过来 它遇到说你逻辑判断比较大小的时候 它不会算你错 它会怎么做 它会自己帮你转型 也就是H 有没有 它只要看到后面是大于小于等于这种比较的话 它就会自己帮你转换成数字 OK 所以一个语言的那种特性不一样 当然就是会有这种差异点 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如果要输出的话 在Python里面用Print 这边用MasicBud MasicBud就跳出来 OK 你当然也可以除了说在 自己打之外 其实你可以询问一下ChargeBT 这个我想自己再练习一下 那多重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 所以这三个 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怎么样 像刚刚我们这个程式 那改的方法其实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你有第二个逻辑 那一般习惯是这样子 Enter Back 到前面 比如说我这边 刚好颠倒 我如果颠倒一下 小于一下 我把它改一下 小于18 那这边应该是未成年 所以未成年 就是在处的地方 那我如果要改成False 因为这样跟我云端上面 所以程式逻辑是比较一致 那底下变成说 成年就会有三种 一个是青年 壮年 老年 可是底下 else 只有一个 那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切成多重的话 一般习惯是 Enter之后 Back到前面 然后把这个有没有 一辅 这 逻辑 跟这个Print 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贴到底下 贴到底下之后的话呢 但是第一点可能会出错 就是 一个逻辑判断里面 只会有一辅 所以第二个一辅的话 记得加一个什么 El El if 这样子 等于有点像上面 是第一个判断 首先 第二个有点像其次 其次的话 那我希望加一个状元 这个叫什么 未成年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就是青年好了 不要那么复杂 这个叫青年 那青年的话 假如说他年龄 是在 18岁 所以他应该是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等于18岁 对 但是大于等于18岁的话 可能一直会到 后面很多 所以后面还要 再跟他限制一下 要到30岁 所以这边有一个 叫做交集 交集的话叫一个And 第二个条件 就是那个H 它必须怎么样 小于等于30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设一个 第二个条件给他 那两个条件都要为True 它才会为True 好 那这样的话就知道说 18岁到30岁 它是青年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状元 那状元的话就是 再把这两行 付试 Ctrl C Enter 然后back到前面去 贴上 然后改一下 比如说大于等于 这应该是31 然后呢 And H 大于等于31 然后小于等于65 那这边改成撞米 这边就是输出的话就老年 因为剩下来的啦 反正 老年 OK 所以未成年 青年 已经上 未成年就好了 有时候输入的 叙述太啰嗦了 未成年 青年 重年 老年 所以 刚刚主要是增加这个 跟这个 然后把else改成老年 这样的话就完成 所以把它输入看看 实行一下 看能不能到 青年的话就是20岁 Enter 看就是青年 如果是 那表示这个 应该是没问题 那再来一样 执行一下 如果是35岁 那就应该壮年 没错 最后的话再输入 输入66岁 那就老年 好 那这要多重办呢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将来 很多资料 如果你要筛选的话 通常都会加一个 多重逻辑判断 那同样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多重逻辑判断 再改成 VBA的版本 OK 所以这边 跟程式 这边也有了 那云端上面的话 当然 我也有放个VBA的版本 如果你这个VBA版本 需要的话 我有放程式码 Ctrl11 有没有 那要怎么执行呢 直接呢 开启那个Microsoft的 那个 Excel 那我放在这个 Office 然后这边有一个Excel 那你如果要贴程式的话 一开发了 远 二VideoBasic 三的话 直接在这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程式贴上去 就可以了 它可以从上面 它关在右键 它可以从上面 插入模组 那一样把 对 这个 把柱的右键 怪怪的 可以的 它用另一个 可以的 奇怪 那可以把程式贴上就可以了 就是 那 那这来 当然你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去弄它 不过 这边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的资料是来自于B2储存格 所以你可能要在这个B2输入年龄 然后这是InputBus 你可能要在这边输入一个年龄 比如说66岁 66 然后再切 切到哪里 切到B2储存 这边可以Rub 那输出的话 我是输出到B2 所以输出到它的下面 执行一下 这边是几岁 什么年 什么样的 这个区隔 试一下 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不妨 试试看那个VBA 等于最好是一次 同时学两个 这个语言 或者甚至多个语言 其他底下的话有个变化 就是把那个年龄改成成 成绩 输入 这个分数 然后 80分到100分是A 70到79是B 60到69是C 不及格的话是B 那其实差不多啦 这个的话提供给各位自己在练习 一样我有把 把这个问题丢给那个CharGVT 那得到的结果 其实也跟我预期的差不多啦 我觉得它写的好像也大同小异 只是说它的那个叙述里面 它不是用连击 它是把那个变数放中间 做一个比较 所以写法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也是被允许的啦 就像说我们刚刚写的这个 怎么样 H把它变成两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 M的第二个逻辑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写法的话 其实也可以改 怎么改 可以把那个 就是说18 就是H只要一个变数 如果你要改的话 就是这样子 把18 小于等于 然后H 然后呢 应该是 这边它变成两个去 一个是先解读这个 大于等于18 然后再解读这一个 所以这个变数有点像是解读两次 结果一样可以是正确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至于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选一个 你自己觉得最好理解的方法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用刚刚那个方法 因为就比较接近口语的叙述 比如说第一个判断 和第二个判断 你这样感觉好像比较口语 但是如果你把它写成刚刚这样的叙述 感觉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直觉 虽然说也是看得懂 但问题是就是没有那么 所以看个人 因为之前有同学好像对于 这样的写法他比较习惯 反而我刚刚的写法他比较不习惯 不过这个杨可 他请各位试试看 针对那个多重逻辑判断的部分 再稍微练习一下 然后其他的话就买GPT 待会再来看BMI部分 BMI其实基本的这个 应该大部分同学都知道了 计算那个体重身高到底是不是标准 是过胖呢 过轻呢 还是这个正常 那正常范围的话就是你要先算出你的BMI 然后你的BMI到底是落在哪一个range OK 所以他需要输入两个讯息 一个讯息是升高 一个讯息是体重 然后得到一个运算结果 那这个规则好像 我看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很简单 Google 一下 这个把它贴到那个 Google 上面 我让它弄一下 Enter 第一个好像就是我参考的 BMI值计算器 这样是亚东医院提供的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它的公式是 身高 体重 除以 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话一定是公尺 所以如果假设你输入的是 一般不会是公尺 我们输入的应该是公分 所以你要先转换成公尺 然后再计算 OK 就会有一个BMI 那底下就是逻辑判断 假设 如果我希望写一个这种BMI层次的话 那应该怎么写 不过 以前是你要想输入什么 输入两个身高体重 然后计算结果 然后再逻辑判断 对 OK 也没问题啦 只是说如果 那个 Charge BMI会写 那就简单了 所以请各位 先把刚刚的范例先练习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道题 嗯 嗯 感谢观看